今年的冬天真冷啊 一条街的生意都不大好做 于爷爷开的老北京火锅店 在往常早红火了 可现在店里的伙计都走光了 街灯亮了 于爷爷往往街上 好冷清啊 点上火锅子 也许会热乎些吧 于爷爷点上大大的铜火锅 摆上切好的羊肉和白菜 准备好粉丝和糖蒜 咕噜咕噜的上锅子 冒出热腾腾的香气 窗户上开始有了哈气 谁会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呢 悄悄的叩门声 在雪天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清 于爷爷竖气的听着 门口似乎有了点动静 他像往常一样高声招呼开了 快请进啊 来暖和暖和吧 火锅点着嘞 门口又没声了 真奇怪啊 这大冷天的谁在门口呢 于爷爷起身来到门口 打开门一看 一个穿着白面袄的小女孩 怯声声的望着她呢 爷爷 我 寒风中 小女孩脸蛋冻得通红 她缩着手 逗逗逗缩缩的 跺着脚 快进了 爷爷的火锅 正咕噜咕噜的冒着热气的 一起来吃吧 爷爷把小女孩请进屋 让她坐在热乎乎的火鸽子旁边 圆桌上 一个铜火锅正冒着炭火苗 咕噜咕噜的热气 让小女孩立刻觉得暖和过来了 她朝四周望了望 好奇的问 爷爷 就你一个人吃饭呀 于爷爷打开锅盖 往锅里放进一筷子 切得像纸片一样薄的羊肉 笑咪咪的说 有你陪爷爷 不就是两个人了吗 咕噜咕噜的扇锅子 欢快的滚着热汤 羊肉的香味 顺着窗户飘上了街道 好香啊 这家人一定在吃热热乎乎的涮火锅吧 又饿又累的小黄狗 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羞羞的隔着门缝闻着 用小小的黄爪爪慢慢的敲了敲鱼叶的门 咕噜咕噜 快请进呀 来暖和暖和吧 火锅点着嘞 于爷爷起身来到门口 打开门一看 一个穿着黄面袄的小男孩 怯生生的望着他呢 爷爷 我 寒风中小男孩脸大动得通红 他缩着手 嘟嘟缩缩的 坐着脚 快进来 爷爷的火锅 整咕噜咕噜的冒着热气呢 一起来吃吧 于爷爷把小男孩请进屋 让他坐在热乎乎的火锅子旁边 圆桌上 一个铜火锅 正咕噜咕噜的冒着热气 小男孩喝了两口热汤 浑身没一会儿就暖和过来了 他朝四周望了望 好奇地问 爷爷 就你们两个人吃饭呀 于爷爷笑了 往锅里夹着一筷子白菜 小蜜蜜地说 有你陪爷爷 咱们不就是三个人了吗 咕噜咕噜的上锅子 欢快地滚着热汤 白菜的甜香味 顺着窗户飘上了街道 好香啊 这家人一定在吃热热乎乎的涮火锅吧 窗外的雪地上 拉着空车的小毛驴动得直发抖 他连着干了好几天活 没有一天吃饱过 睡觉的窝泡还漏风 他羞羞地隔着门缝闻着 剁了剁蹄子 用耳朵敲了敲窗户 快醒进来暖和暖和吧 火锅点着嘞 爷爷爷起身来到门口 打开门一看 一个穿着灰大衣的小男孩 怯声声地望着他呢 爷爷 我 寒风中 小男孩脸蛋动得通红 他缩着手 逗逗嗦嗦地动着脚 快进来 爷爷的火锅正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呢 一起来吃吧 爷爷把小男孩请进屋 让他坐在热乎乎的火锅子旁边 咕噜咕噜地涮鸽子 欢快地滚着热汤 这一家四口 吃得可真香啊 第二天半晚 穿白面袄的小女孩来敲门了 鱼一夜开门 看见她带来一篓子鱼虾 穿黄面袄的小男孩来敲门了 鱼一夜开门 看见她带来一篓子羊肉 穿灰打衣的小男孩也来敲门了 鱼一夜开门 看见她带来一串子白菜 孩子们忙活开了 爷爷您歇着看我们的 穿白面袄的小女孩擦干净桌子 摆好碗筷 穿黄面袄的小男孩 端来切好的羊肉和白菜 穿灰打衣的小男孩 从门外招呼来好多顾客 鱼爷爷眼里看着孩子们忙活 心里乐开了花 她那热情的吆喝声又响起来了 快请进啊 来暖和暖和吧 火锅点着嘞 咕噜咕噜的上锅子 冒着热腾腾的香味 客人一圈接着一圈 从此以后 鱼爷爷的火锅店又轰火起来了 一年后 又是一个下雪天 店里热闹极了 鱼爷爷却一直站在窗外 他好像在等什么人 一年前的这一篇 鱼爷家迎来了三个孩子 他们让鱼爷爷的火锅店 重新鸿火起来 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 一年后的今天 他们还会再来看望鱼爷爷吗 接着 街灯亮了 一头小灰驴拉着满满一车白菜 停在了鱼爷爷的店门口 他的一双大眼睛好像会说话 车上的小白猫和小黄狗 也眼巴巴地望着爷爷 鱼爷爷看着他们 觉得真眼熟 难道是我们 从此以后 小猫小狗和小驴 成了鱼业家的常客 大伙坐在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的头火锅旁 吃的 那叫一个香 格子 老板 gospel